大家好 下面我继续和大家聊 詹姆斯先生和伊夫里女士合作的对梦的阐释 下面我要聊的具体内容是梦的稽查机制 梦的稽查机制 这一系统概念是由心理分析之父 希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来的 他认为人们在梦中将那些正常的 被压抑的欲望释放出来的时候 会隐藏和稽查其真正的含义 梦的目的是让我们满足那些社会标准 无法接受的本能欲望 比如幼年时期杀死父母的欲望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梦见自己 公然杀死自己的父母 这种由梦引发的情绪肯定会让我们醒过来 我们之所以不会被这样的梦唤醒 是因为梦的真实内容被稽查机制 隐藏起来呢 我们不会梦见自己杀死父母 但可能会梦见哥哥将我们的老板扔出床外 在这里啊 哥哥就是自我投射 老板就是父母的意象 也正是这种稽查和转换过程 让我们梦中出现不安意象的机会大大降低 弗洛伊德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做梦过程 并清楚地指出这五个稽查过程是 转化 浓缩 象征化 投射 和再次修正 好 这次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 再见